Cup Cake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弄一個Cake Cake就是用輕黏土把它搓成一塊 然後塞進Cup Cake杯裡 它乾了之後是完全乾透之後 這樣就可以做Decoration了 第一個Decoration就是用紡織的果章做的 在Cup Cake上面由外而內圍一圈地畫水滴形出來 剪開Creme的石紙包裝 將Creme全部塞進櫃袋裡 盡量將Creme移進櫃的位置 剪開櫃袋口 再將它套進櫃袋裡 塞進櫃袋裡 Creme由原心開始塞起 向外逆時針繞一圈 然後翻到原心裡塞進櫃袋裡 然後拿起就完成了 折趕自己的手就盡量保持Cup Cake是垂直的 然後我會選擇一顆大小小的水果 例如是多給你車尼紙 這樣 然後把水果在正中間用忌廉套黏著它 之後可以在Cup Cake上沾上不同的糖果珠珠做裝飾 一款Cup Cake可以用兩種糖果間接著來黏 最後用Bringring去裝飾 填剩下的孔孔 Bringring用太多的話 看起來就會很軸 所以我建議如果這個Size的紙杯Cup Cake 用8粒左右就可以了 等3至4天它就會慢慢乾透 就可以了 到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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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